学习马来西亚的各种节庆 我们来看第一课 欢喜庆家节 那么我们要学习的道德价值是有关于信奉善仓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名人小学他们正在庆祝多元节庆的嘉年华 那么在舞台上的这五位同学呢 他们正在表演有关于魏赛节的节庆 那么这一位印度同学呢 他们正在讲述关于这个图腰节的庆祝方式 那么这一位同学呢 还有这位同学呢 他们正在制作马来人的这个Ketuba 因为他们要庆祝这个开灾节 或者我们说是穆斯林的开灾节 那么这两位同学呢 正在布置圣诞树 以迎合这个圣诞节的到来 那么这次嘉年华的主题是多元节庆 我国各族的节庆很多 有魏赛节 土腰节 开灾节等 同学们正积极筹备嘉年华 希望学校成员能够共享庆祝各种节目的喜悦 那么他们这间学校呢 举办这个多元节庆的这个嘉年华 是为了让同学们可以知道 以及明白各族的文化以及传统 以及我们能够分享各族的节日的喜悦 能够分享这一份的开心 那么我们来看开灾节的 那么开灾节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 拉玛丹节 拉玛丹节 或者我们来文说 拉玛丹 那么这个呢 ad all food 老师不是很文明 OK 这个是阿拉伯文 然后经历了一整个月的宅节 这些灾节就是伯萨他们说的伯萨 人们欢天起立的开灾 那么伯萨呢 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就是他们白天是没有吃东西的 没有吃东西的 所以他们过了一整个月白天不吃东西的情况呢 他们过后就欢天起立的开灾 就是说他们可以开始在白天的时候 也可以吃东西的 然后是为了庆祝自己战胜了 这个欲望 OK 我们来看吉兰丹人 吉兰丹人他们尽可能在开灾节的前一天 回到家乡 在最年长的长辈家相聚 赶上风灾月 最后一次开灾 用餐之后 当天晚上会和其他亲戚一起分工合作 为隔日的开灾节做准备 那么女生呢 可以编制马来种 男生呢 就穿沙特 以及做竹筒饭 那就是 Lamang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 Gatou Park了 OK 竹筒饭就是 Lamang 好 详细的文章 你们可以在这一边 你们课本里面有一个 Google的address 那个website的address 你们可以进去看 网页的地区 那么开灾节呢 当天几乎呢 是通宵打蛋 年轻人受了华人玩的影响 开始玩起鞭炮 那么他们传统来说 是没有玩鞭炮烟花的 不然就在家中玩扑克牌 买买波旗 就是重感的意思 OK 由于当天晚上睡了 亲戚都会回来 一个房子睡上50人 是很平常的是 客厅地上睡满的人 有的人还有睡在车里 他说这边的他呢 是这篇文章里面 有一个被拜访的 被探访的人 被访问的 这个人叫做夏菲 哈菲 哈菲他说的 他分享他 马来 庆祝马来节日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一些偏远的地区呢 比如干本大浪 他们会 保留这个传统的土制大炮 那么他们就会在 庆货的时候呢 放这个 大炮 那么这个历史呢 是因为他们 为了预防他们 村民被杀害 所以是为了恐吓 以及击退敌人 所以他们 他们才有这个土制的 大炮 那么慢慢慢慢的 就成为了他们的 历史的象征 那么他们在开灾节当日呢 穆斯林呢 先是沐浴 近身 再穿上自己所拥有的 最好的衣服 出门到清真室 进行开灾节 前夕的赞词 听经 以及进行开灾 就是ZAKAP OK 然后他们有一个传统 从家里去清真室的方向 以及从清真室回家的方向 不能够一样 你必须绕着甘帮走一圈 向周遭的人认识 或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他们这样子 可以重新认识 自己的故乡 以及故乡的人们 然后途中 如果路过这个墓园呢 穆斯林一家大小 会进行追思祈祷 那么这边呢 其实也不算是 伊斯兰教的一部分 它更多的是 马来人 他们自己的文化风俗 所以如果不是 马来人的穆斯林 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风俗 回到家以后呢 小辈开始一个个 向长辈问安 及请求宽恕亮节 恳求原谅过去一年内 所犯下的过失 并亲吻对方的手 急于祝福就是给blessing给他们 已经工作的大人 会给小孩子 放对Raya 那么这边呢 本来以前 他们传统的年代 是没有给对Raya的 因为他们深层在马来西亚 在华人的影响之下呢 他们才开始有这个 三不悉教 就是情报 华人是红包 他们是情报 但是在传统的时候 在以前的文化里面 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是因为 华人的文化的影响的关系 他们才有了这个 三不悉教 那么现在这个三不悉教 什么颜色都有 黄色 青色 上面还有五兵 一兵 Spider-Man 卡托冷物等等 所以以前的Blessing Raya 文化是在坟墓 大人给小孩子一币 不过不只是钱 也是可以给糖 点心 或者饼干 这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所以这个年代 已经是很久远的年代了 OK 所以家庭相聚结束过后 每个家庭 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 开始长达一个月的 开放活动 开放日 就是Open House 就是欢迎大家 可以来到他们的家去聚会 那么圣诞节呢 是基督徒庆祝的方式 基督徒在每月 每年的12月25日 所庆祝的节日 那么他们庆祝的方式呢 跟世界其他的地方 是很相似的 他们会到 会在平安夜里 平安夜就是12月24日 到教堂去庆祝 OK 去举行祝导 以及崇拜会 另外呢 早在两个星期前 各方店机构中心内 可以都会到处 养溢着 节日的欢乐气氛 建筑物也各自 披上圣诞彩装和灯饰 其实这个呢 是被商业化的圣诞节 它不是为了 庆祝耶稣的当生 这个可能是比较商业化的 之外慈善机构也趁此节日 分送礼物给孤儿院 以及老人院 他们把这个好的祝福 分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也把好的祝福 赠送给每一个人 就是希望把好的福音 带给全世界的人 的意思 那么土妖节呢 对于印度人来说呢 新年的庆祝 象征着善的力量 胜过了恶的势力 所以每年于 印度历的七月进行 所以他们是根据印度的日历 印度的年历 给他不是根据 我们现在的一月二月 我们这种西洋历 传统的犹豫 仪式穿插在整个节日中 庆祝活动包括了 在到庙宇里祈愿 以及在家中的神台前膜拜 此外家家户户呢 都会点上灯光 或者传统的油灯 以纪念Krishya 神战胜的Ravana的恶魔 所以徒妖节 也可以说是一个光明的节日 那么这个是叫做Kolam 它是用柴米做成的 魏赛节呢 魏赛节是南传佛教 传统纪念佛教 创始了释迦摩尼佛祖的诞生 成道以及涅槃的日子 那么许多地方都会遇佛 犯生布施 以及祈福活动 接着这一场场的庆典 民众融入吉祥喜乐的气氛当中 也是对佛陀 佛陀就是这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感恩法喜的呈现 魏赛节又从佛陀日或者御佛节 是纪念佛陀 释迦摩尼佛诞生 成道涅槃的纪念日 所以魏赛节呢 其实是有月圆的意思 是魏赛加 佛陀卡的简称 象征佛陀得志圆满 福慧具足 政务情境 平等光明的境界 那么什么时候要进度魏赛节呢 基本上是落在五月份的第一个月圆之日 但是呢 马来西亚有 马来西亚的魏赛节 马来西亚是定于五月一日的 而新加坡 而新加坡则是定于五月三十一日 那么有一年呢 新加坡把魏赛节定在五月二十八日 OK 因为呢 基本上魏赛节是有月圆的意思 所以他们通常是定在阳历五月份的第一个月圆之日 但是有些国家就会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佛教独有的历法来计算日子 然后马来西亚呢 则是把它规定在五月的一日 中收节呢 就是 Pesta Kamatan Kada Kamatan的意思 那么 Pesta Kamatan呢 是谁庆祝的呢 是沙巴州的原住民 Kada Sandu Sun Kada Sandu Sun 其实是两个同样的民族 但是是不一样的支派 比如说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有福建 有客家 有福州 等等的这些民族 我们统称为华人 所以 但是呢 他们没有一个统称 他们就是直接是Kada Sand 以及都顺族 OK 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们有华人 这样子的一个统称 但是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民族 就好像我们的福建人 福州人 客家人 OK 都是属于同一个民族 就是华族 所以Kada Sandu Sun呢 是属于同一个民族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统称的意思 那么一年一度 这是他们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 等于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 以及马来人的开灾节 或者穆斯林的开灾节 所以 该节目呢 其实是在五月的时候啊 就开始燃烧了 五月一日就开始燃烧了 庆祝一个月 然后三十号以及三十一号 是他们的最高潮的日子 所以呢 政府就把三十号以及三十一号 定为丰收节的假日 所以总共是一个月的 称为五月节 那么他们是在五月三十一日 大三十一日 达到高潮到米的丰收 所以呢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造物者给予他们的恩赐 所以为了表示感恩 他们用歌舞来庆祝丰收 然后答谢神明 并祈求来年的丰收 他们还可以举办一些感恩的活动 比如 露天的游行盛会 玄美会 这是玄美会 他们很多美女的 给赛水流 以及喝打败 比赛 熬手刮比赛 拔河比赛 跳传统舞蹈 什么绕 文化表演 花车游行 以及拔拔河比赛 的带领下 以及在拔拔河比赛的带领下 与稻米之神 沟通 他们有很多种的 庆祝方式 那么这就是达败 那个达败是一种酒来的 达败呢 为发酵的糯米 或木属酿制成的土酒 分别有达败 雷云 巴哈 达拉 还有西卡 那么每道酒呢 皆有独特的风味 这些土酒呢 使用利陀圆形的小口 宽富 高粮尺的酒糖成砖 然后呢 只插入一支足吸管 大家就将你一口我一口 全部人都是share这个吸管的 直到最早为止 然后呢 最早那个人呢 就是达败的冠军 这一家华节呢 就是harigawadaya 是在沙拉瓦的 沙拉瓦的这个harigawadaya呢 是不管是一般族啊 Bidayu啊 Molana Bentang族啊 Bentang族啊 Bentang族 Bentang族 等人庆祝的 丰收节 OK 这个家华节 是我们沙拉越原住民的丰收节 刚才那个Gamata呢 是沙巴的Kadasan Duzun的 东周节 那么马来文文叫做harigawadaya 那么是在6月1日到3日之间庆祝的 OK 通常仪式呢 是在5月31日到5月31日就开始了 然后呢 他们会 呃 用 由村中的长者 就是村中的老人家 来主持庄严的祭祀 以示 预示了 明年收成情况 与主人的 并成 然后 以示完毕之后呢 就是敲门的 以示 就是那个Tabindu 然后呢 每户人家都会观赏 湖前的门 然后再有一把 一位手持着巴冷道的圈名 然后再用那个巴冷道呢 去敲每一户人家的门 然后呢 该户人家将会倒上一小杯的米酒 这也表示新的一年的到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拜年的意思 这个这样的Tabindu OK 所以丰收节的庆祝会上 一般人会跳丰收舞 这种舞蹈呢 是有一名壮汉 这个是一名壮汉 还有旁边全部都是少女一起跳舞 然后呢 到最后呢 这个状况呢 会用牙齿 重达 把这个重达十几公斤的 这是一个重 这个木就摇起来 用牙齿摇起来 然后舞动来展示他的力气 然后原住民呢 非常欢迎外人 常遇其盛 如果你喝了第一间的长屋的米酒 你接下来每一家 每一户 你都要喝他们的米酒 然后呢 这些米酒呢 酸甜苦辣色的味道都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们制作米酒的时间不一样 发酵的时间也不一样 但是你不可以拒绝喝他们的米酒 因为如果你拒绝喝他们的米酒呢 就会被视为无礼 还有不尊重他们 然后他们还会吃这个竹筒饭 那么竹筒饭是他们必备的传统美食 他是把糯米野菜鱼肉类以及佐料 佐料就是配料 放在竹筒中 然后用这个柴火呢 烧烤半小时 香味四溢 可吃出食物的原味 好了 这就是我们国内六种的节日 老师今天只是简单的说过 让你们去大概了解一下这六种的节日 那么如果你们看不懂的话 你们可以再拉回去再看过 或者你可以online去找一些关于这些的资料 那么今天你们的功课呢 是要在你们的PM本当中写出 马来西亚的六种节情 把你们的PM本拿出来 写出马来西亚六种节情 那么今天老师教的哪六种节情呢 你要写出来 然后呢 写出丰收节 就是Pesta Kamatan的庆祝方式 Pesta Kamatan是谁庆祝的呢 是Sabbat的 Kadazan Duzun Kadazan Duzun 他们庆祝的节日 那么他们怎样子庆祝呢 刚才老师说过很多种方式 比如晒水油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两种 那么请同学们把它列出来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